大家好,我是Den 在韩国有着雀通妞之称的淘气小企鹅波罗罗 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不是,就是近几年在韩国 一个卡通角色Tini PIN 完全替代了波罗罗 成为了新一代的雀通妞 所以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着闪闪发亮大眼睛的粉红色Hatch Pin 主角罗密公主 一见到Hatch Pin就爱上了她 上个月在韩国上映的动画 在上映第六周 累计观看人数超过了105万 超越了Chotong Bororo的记录 成为韩国国产动画观看人数历史排名的第二位 Hatch Pin结束的时候我哭了 后来看到那个罗密姐姐真的快要倒下的时候 孩子哭得都不行了 这部电影的原作 是4年前开始播出的电视动画Ketch Tini PIN 故事讲述了公主罗密 寻找散落在地球上的Tini PIN的冒险旅程 随着不断有新的Tini PIN登场 目前已经有107只Tini PIN了 而每次新的Tini PIN出现 相关的周边商品也会推出 所以Tini PIN也被称为是父母们的破产品 不要我的腰啊 一位家长表示 如果不收集所有的角色公仔 并与朋友们分享 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变得不顺畅 这个角色对学龄前儿童来说 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虽然被称为是破产品 但这股人气背后确实有其原因和秘诀 像婴儿般的二等生可爱外星 以及光听名字就能猜出性格的直观角色 无需复杂的解释便能接近孩子们 例如不顾品总是害羞不已 而阿扎品会大喊加油并展示出勇气 一位电影评论家表示 角色们被设计得像宠物一样 让人有种第一次遇见宠物的感觉 能依据个人喜好来选择 考虑到只有父母也喜爱才能维持角色相关的消费 制作公司将动画的目标收众 从儿童扩展到了整个家庭 目前该电影于9月15号在中国也上映了 然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超音不孙感》 是由ESPA云特所唱而在饭圈也引起了热议 掏空父母前包的可怕家伙 即薄罗罗和鲨鱼宝宝之后 看到国产幼儿动画发展得这么好 真是令人欣慰 在片尾字母上升的时候 听到了云特唱的歌曲 看完电影再听 真的感受到满满的感动袭来呀 我侄子也是 侄子的朋友们也是 大家都用自己的名字加上拼来玩 而且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公仔 看到这些我真的感受到 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啊 因为在孩子们之间 谁拥有什么拥有多少 已经成为一种竞争 如果幼儿园里有人带了某样东西 其他孩子就都想要 因此父母也想让自己的孩子 拥有更好更丰富的东西 但最终这还是取决于父母的经济实力 那些无法给予孩子这些的父母 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这也是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 总之本集的重点是 看影片的大家 如果身边有安恋的韩国人 就可以以 你有侄子外申吗 听说最近韩区品很红 做切脚与那位心上人自然的聊天 不过如果那个人没有侄子外申的话 没希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